林歇 你昨天说什么事情找我 然后我昨晚一晚都没怎么睡觉了 激动什么 我就想跟你说一下儿子的事情 那我肯定激动的呀 毕竟你主动找我的话太难了 我有点慌 没有 我是想跟你说一下 看我小姐妹他们的小孩 就在上那个CG班你知道吧 就是好像有学那个美术的 还有学那个篮球的吧好像 还有学象棋的 我觉得他们都这个也会那个也会 我就感觉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要不要给儿子上一个CG班 现在儿子现在已经在上那个音乐培训班了呀 我感觉一个太少了 平时爸妈带他 平时就上个音乐班也没什么事情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再给他报两个 不过确实啊 我们两个离婚对孩子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而且的话你也不能经常陪到儿子的生日 而且我工作也挺忙的 要不我们再给儿子报两个吧 对我觉得把他的时间 再充实一点嘛 这样子的小孩比较好也比较好 而且人家小孩都这么这么用 咱不能让小孩出的情况下 那可以点没问题啊 因为我是觉得小孩子嘛 从小学童小孩蛮不害的 那你觉得给他扣什么事情办法呀 嗯 嗯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距离加上那个体能 智力要么像齐围齐啊 自己自立的呀 而体能力的话 像齐它不会太小了 像齐应该没问题吧 像齐也可以 像齐吧 像齐吧 可以让他去看一下这些事情 嗯 可以 可以争取一下他的意见 那你会多给爸爸说一下 爸爸说一下 让他报社的办法的事情 可以啊 你妈也商量商量 主要是自己的 嗯 那你现在有什么事情 我现在公司盈利还蛮好的 而且都在稳固上市嘛 所以说有钱了 那还好 还好 我来玩手 不用了 你给你的钱 你自己拿 不用吧 芸汐真的太好了 哎 芸汐 哎 姐 你不在这 哎 你妈要商量 那是喝喝喝呀 姐 没有 我今天说月白雨的 我想跟她说下去 你帮她说话了 你都离婚了 还来一遍 这下完蛋了 又要说我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